中国汉堡 厕所馒头 又辣又甜的糯米饭 这些走不出本地的贵州美食 真的能复合外地朋友的胃吗 作为贵阳本地人 我带上了IG知名rapper 来尝试一下 看看他会如何评价 今天我要带着法老哥哥 来吃贵阳的小吃 因为最近其实 网上贵阳的小吃特别特别的火 有人拍那种什么 在贵阳吃一天土豆的挑战 然后也有各种出圈的小吃 你能吃辣吧 我狂能吃吃辣王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想吃什么吃什么好不好 走走走 这个炸土豆看到了吧 看到了 还有炸墨鱼 你要你要要试一下吗 试一下吧 我来一份来一份 老板我们要一份那个炸杨玉 要点墨鱼吗 墨鱼吗 墨鱼要么一起放进去也行吗 可以一起放吗 哪一个这个是墨鱼吗 这个就是炸的墨鱼 这还有臭豆腐 我们都放一个碗里面吧 可以 我们就尝一尝不用太多 就是墨鱼还是墨鱼 墨鱼 这都一个意思了 完全不是一个意思了 墨鱼是那个 哦 但是我们带一点这种方言的这种话在里面 你知道吗 你吃折耳根吗 因为这边的小吃 默认都会放了这个折耳根 我完全体验过 好像不是很能接受 但是我 但我今天还是可以试一下 这个什么呢 这个是杨鱼八 杨鱼八 它就版 又是土豆 这个吃法不一样 它可以甜的 这个有甜的吃法 它有甜面酱 哎 哎差不多 可以的话 你你先尝一下吧 没错 我试着 你先尝一下 你觉得好不好吃 然后我再尝一下这不正宗 今天锐评一下 哦 不行 这个折耳根 你看你把折耳根也挑点 你就不要吃到有折耳根的部分 嗯 你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样 你 挺好 挺好吃的 就是折耳根我一下子 折耳根有点受不了 我受不了 我尝一下 我没有受 这个是外面 我刚说的小是外面炸的很焦的那种墨鱼 嗯 里面是这种嫩嫩的 这个味道调的是很正宗的 就是又有辣椒面 又有甜面酱 爆辣 爆辣你觉得这是爆辣了 嗯 不是吗 又又温辣很弱啊 对意的朋友带我吃过这个贵州菜 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些 番菜完全不一样的一些调味 酸的调味 对酸酸的 酸汤 番茄发酵的那种酸味 然后你尝一下这个 这个叫做青盐豆腐 我吃了呀 这就是臭豆腐 那个老板硬是要说 这是什么青盐臭豆腐 在贵阳当地有一个小吃叫萝卜 经常就会炸这个东西 这家还可以随便 随便在街头点了一家 很好吃的 边走边看吧 前面那个是什么 好多人啊 什么我小时候没吃过这个东西啊 我是贵阳长大人啊 我本地人啊 我是本地人啊 我有贵阳嘞 你不是吧 我是的我是的 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贵阳的 都都不是本地人 你们也不是这里的 我是安顺的 你们是安顺的 那贵州不都是一家人吗 那这个吃个什么味道的好呢 蓝糖土红糖 土红糖是不是 还有肉末 辣椒肉末的 我们拿两个吧 一个红糖的吧 再要一个这个糟辣肉末的好不好 那我来买单 AA是不是 对 AA是 我买上一个 你买下一个 好好好 你知道瓷巴是什么吗 我知道 就是大米 然后嚼着 有点像那个年糕一样的 对啊 我愿意为它甜的而死 都是甜的东西 那你吃土红糖味的吧 可以啊 我吃一下这个糟辣肉末的 好不好 好 而且它有一点这种美式的做法 它要放那个蛋黄这样 中西结合 它红糖是传统啊 你这样没有吃过 没有 他会把它掰成两半 一人一个吧 好 现在是这个糟辣椒肉末的 你知道糟辣椒是什么吗 是辣椒糟了 不是 糟辣椒是用酒精 扎红辣椒一起做的一种调味辣椒 那不是就是辣椒糟了吗 糟辣椒卤的意思吗 差不多 糟了一下 哦 闻得很香啊 怎么样 喜欢这个味道吗 嗯 不是很辣 很香啊 嗯 它用酒香味 所有碳水煲肉我都觉得好吃 那等一下尝一下那个传统红糖好吧 我觉得红糖可能会跟这个更搭配的 那我先说十八应该是甜的 也是 但是我我做没有吃过这种辣的加肉末的瓷巴 所以这个味道很奇特 哦好了 红糖的 红糖的 我把肉肉吃完肉肉吃完了 红糖瓷巴 它其实还放了一些别的那种我不知道这上面什么那种脆脆的东西 我现在觉得这个好吃点 你觉得辣的更好吃吗 对啊 为什么呢 跟我想跟我想象中的味道不太一样 它这里面放了芝麻红糖 还有一种香香的东西我不知道这是啥 我们这里面有红糖包好像就是这个味道 嗯 我还是觉得这个好吃 你觉得辣的更好吃是不是 我也觉得辣的更好吃 那这个也可以尝一下 嗯 走吧我说去往前走吧 好 有一个东西我也没喝过啊 刺梨汁 刺梨这个水果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知道但是我从来没吃过 我从小到哪也没吃过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看着就不好吃 但来都来这个地方还有那种鲜榨刺梨 他说VC之王 那补一下VC嘛 补一下VC好不好 黑眼圈非常的重 我想补一下VC OKOKOK 这是有刺梨汁吗 有啊 你拿几杯啊这个 那两个吗 两杯刺梨汁吗 这个东西能直接吃吗 这个是什么 我就给找一个 你不想吃 哦 这个意思 我直接扎这里面的吗 我也要试一个 这直接吃吗 对 你先吧 你不敢吗 我不敢这上面是刺的 刺刺的 没有刺了那个刺已经出来了 什么味道 啊 说点像菠萝跟那个梨梨 梨子的结合 菠萝跟梨 我尝一个 哎 还蛮好吃的 哎梨更多啊 那梨的口感 要比梨酸一点 然后更酸 难怪它VC多 它够酸 蛮好喝的是吧 蛮好喝 就意想不到的好喝 那我觉得我之前在这个地方18年也白火了 我从小到大没吃过这个水果 这个为什么只在这里有啊 我外面没见过吧 贵州很多东西都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贵州有一句老话 就是这里的美食走不出去 外面的美食进不来 这么厉害 哦 但现在好很多了 这是什么 厕所馒头 馒头里面加那个什么臭臭的 这个厕所馒头我没见过 要不试一下 这个名字很炸裂 要不来 我觉得 有点想试一下 我们搞一个吧 但感觉它这个里面会放折耳根 要不要它放一个不放折耳根的 可以了 你能接受一下好吧 好 试一下吧 哦 正好这个里面有脆哨 嗯 你可以尝尝尝得到 来一个了 我们我们来一个呗 然后就别的都都加 然后只要那个折耳根不加 但是这边的街头小吃 有很多类似于这种的 就是它是一个主食 豆腐啊 或者什么的 它给你打开 哦里面放很多的东西 有点像那种肉夹活啊 这个确实很像肉夹活 这个名字太炸裂了 我问他这个老板 老板 老板 为什么这个叫厕所馒头啊 厕所馒头啊 啊 我们在厕所门口啊 原来这个店放 店是在厕所门口是吧 哦 很火啊 有记者采访 哦以前不叫这个 只有你们一家店呗 哇哦 我知道 好好好 来来来厕所门口必须吃 啊 一定要吃 不要这么 哈哈哈 很懂的感觉 不要吃2个 全家福好 全家福好吃 你看你们正好一家人吃一个全家福 对 是不是 那我来个全家福 我都帮他卖出去一个 对啊 这个全家福也太太太太满了 全家福有点炸裂的 好谢谢 好一下 但我想起来我我高中的时候 我们学校里面有这种馒头里面加东西 但不是烤馒头 这不就是中式汉堡的意思 感觉 这个也太中式汉堡了 这就是完全中式汉堡的 这个 没办法下口 对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好吃还是肯定最好吃 肯定最好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形容一下什么味道啊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 我说实话 这个脆哨比较奇妙 脆哨没吃过是吧 对啊 脆哨就是那个调味过的猪油渣 蛮好吃的 这个蛮好吃的 这个蛮好吃的 我尝一下 对你试一下 我尝你居然跟我吃同一边 这口感太丰富了 真的蛮好吃 这是我 特别好吃 对 我如果去网吧的话 我肯定会带一个过去 他脆的东西蛮多 除了脆哨 还有那个姜豆也在里面 然后他虽然抹了一点辣椒 但是不是很辣 对 连我都觉得 就是就是 我很难就是找出来一个 能形容它的东西 来告诉大家这是什么 什么的平地 就是感觉汉堡片里加了很多面包 关键 关键是 关键是这个这个 这个面包烤出来的 那个特别像面包胚 它这个口感 对对对 你都忘记它是个馒头了 对 就是一个汉堡 汉堡 而且是个很厉害的中式汉堡 这家店应该开来连锁店 对 可以卖给烤牛鸡 不大估计好吃这个 真的有点好吃 怎么样 哥们好不好吃 对吧 好吃吧 我觉得真的有点好吃 这个一定要吃这耳根 这个叫做麻辣豆腐皮 这个能不带这耳根吗 已经泡进去了 已经泡进去了 泽哥是灵魂 已经泡进去了 你来一个 你来一个 我舔一下 你舔一下 我买一个 要 就是勺皮 这磨一锅巴 十万三片的 然后五干 和三干十万五片 豆腐皮 十万七片 全家福就五个单品一样一片 就是第一个大帅哥能吃的丸 你这样说了 我就来一个全家福吧 主要是刚刚那个厕所馒头有点顶到了 如果我不吃到椎耳根 是不是就会好一点 但是这个东西的精髓就是吃椎耳根 因为它是用那个豆腐软软的包在里面脆脆的东西 它就是 我脆上的 你要试一下吗 你要吃 来 孙哥 但是这里的小吃很多都是这个样子的 那椎耳根这个东西真的 Are you ok 这个我不行 我操心 这椎耳根这个东西 我真的不在行 我帝他咱尝一下 我看这家店 这不正宗好吧 它头到椎耳根 它里面还有一种油 你闻到很香的那个味道吗 有啊 但是被椎耳根覆盖掉了 在我的 水巴中 我问一下那个老板 这个里面是不是还放了一个那个什么油啊 木姜子油 木姜子油 特别美味的呀 啊 对就那个 木姜子油 这个里面还有 很奇特的一种香料的味道 好吃是好吃的 好好吃的 走吧 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 桂羊糯米饭 这就是当地的那些就是学生上学的时候早饭一般都是吃这个 它就是那种你看酱油糯米 跟那个厕所馒头是一个同理 嗯 夹住 你来干嘛 对 你看他也是个学生肯定就是 老贵羊糯米饭 啊你已经毕业了是吧 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老贵羊糯米饭 我们来一份然后不加椎耳根 其他的都加 总共五块吗 白糖也放 一定要吃辣椒加白糖 我以前接受不了 老贵羊糯米饭 这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 确实分量变小了 还是五块 小的时候肯定是五块钱是那么大一坨的 现在就是感觉两口就能吃完 然后小的时候你的手掌比较小 没有我初三就一巴巴了 你这样像吃饭团一样的就这样吃就可以了 这不就像吃饭团一样的 这就是现做版粽子 好像是这么一个意思 很好吃啊 评价一下 就是我喜欢的味道 但它逐渐折耳根就不一定了 很好吃这个是吧 嗯 我来尝一下这家正不正好 如果它加点那种肉就可能会更好吃 可以加的 但肯定要贵的 对一般可以往里面加那种烤肠 或者说那种香肠 我觉得这个大小正合适 一直没有肉的话会省美疲劳的 嗯 然后你爸也没有 这里的小吃的核心 其实吃不了那几样元素 辣椒 椒椒椒 椒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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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椒椒椒 还可以的 这比我高中门口稍微差一点 高中门口那个糯米更黏一点 这有点散了 可能生意好吧 所以它一直在这个操作 这个意思是吧 上门口肯定生意好 嗯 嗯 我有点吃不动了 我也吃不动 但我们一直在行走 所以卡路里一直在消耗等一会 我们这个卡路里根本就是 从那里走到这里也就400米 全是碳水 我碳不碳不动了 我觉得在这走一圈就今天就饱了 你们这个小小吃些是纯 纯碳水暂时感觉 这个也算贵羊小吃吗 我拿拿拿拿拿一串这个呗 这是啥 糖麻园 感觉像是麻球的这个三连串 应该就是麻球吧 这是麻球吧 感觉是更甜的麻球 比麻麻球看上去还要钱 我尝一个啊 又有糖又有油又有碳水 那就完美的味道 爆炸无敌好吃 肯定好吃 好好看 我最喜欢吃麻球 你常常跟麻球以后规格吗 就是麻球 吃蛮爽一点的麻球 每个地方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麻球 太好吃了 做外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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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还剩下最后一点点的胃 每个人来到这里 我都会带他们吃这个金牌罗技炒烧面 爆炸无敌好吃 那来一个 来一个好吧 我们还有辣鸡面 辣鸡面就是焦头不太一样 好 ok 让我正式向你介绍贵阳长旺面 这个是特制的碱水面条 焦头全是一些内脏 猪的内脏的焦头 太完美了 我不爱吃内脏 你不爱吃内脏 但是主要是不喜欢吃肝跟腰 但我发现没有肝跟腰 没有肝跟腰的 猪血 还有再加上脆哨 你刚刚吃过的 这是植耳根吗 这是葱 这个不会放植耳根的 这个是不是你以前经常吃的东西 对好像有常文你经常说这个是 是不是某老师跟老公老公 给你买了一碗过来 对他们特地飞到这里来买了一碗 然后带回去晚上都臭了 不会就是这家吧 就是这家 有点像他香港那种竹生面的客气一般 而且这个桃花面 无辣的朋友都能吃这个 他虽然看着红通通的 但是一点辣味没有 这还叫没有辣味 有辣味吗 我就乱有 你是问有辣味吗 有辣味但是我觉得 这个是能吃的就挺好吃的 对我也觉得很辣 这个是自己的特色啊 对 蛮有意思 那你今天吃的所有的这几个小吃里面 你觉得最好吃的是哪一个 让你就是以后来贵阳肯定再会吃这个小吃的 还是厕所馒头吧 厕所馒头 因为他的出现时间刚刚好 这我最需要他的东西 哈哈 那你要选一个最不推荐的小吃呢 你刚刚吃下来 这个最有人说 一定要选一个 最不推荐 我觉得那个红 红糖的那个吧 啊你觉得那个红糖那个狗云是不是 没有我想没想像这么甜 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红糖 锅盔 好像是尊义的小吃 哦 那没事了 哈哈 我们等会带你去那个贵阳白宫 寻觅一下 能不能找到我两三年前来贵阳那同样的地方 靠你哥的那个人 啊啊贵阳白宫是吧 对 什么都贵阳白宫 贵阳白宫 嗯你去了就知道了 好了 嗯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两年前在这个地方有人唱你的歌 然后给你打了一个视频电话 就是这个地方 但是没有见到那个朋友 很可惜甚至没有任何的人 没有没有人 没有人在摆盘 如果说这个朋友他看到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 孙哥来过 好吧 你不是到时候在视频里还跟他聊 跟他聊天了吗 对啊我跟他聊天了呀 你也跟他聊天了呀 我跟他聊天了吗 你跟他聊了因为拿了电话给你啊 对不对 但我已经忘了有什么聊了 说了什么了 你看 我们就在这个楼梯上发发发发行音 是不是就这里 一模一样 算实了 你看 他还根本不认识我 对 有点不认识 但是带带你去见看看白宫 好啊 白宫是什么 走 好 这里是广播体操那边是白宫 哈哈哈哈 跳不跳啊 真的 这个这个更加烈 我不知道这里有这个广播 广播体操 可以加加加加入吗 你要加入吗 好棒 为什么他们都会跳给人 对啊他们 他们都不用跳给人 MING sentir 他们怎么都会跳 对啊 对啊 -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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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eed me to love you Whatever I do Don't leave me loving you TikTok I get no more I need a one If you don't feel too Whatever I do 好好玩 我还想跑一个 好了 宝们 这期视频就先到这儿啊 喜欢不要忘记迎接三连好吧 过来飞行玩一玩 这个地方真的太酷了 太酷了 我要买一个 我要买一个 这十块怎么变过 怎么变过啦 太多了 太多了